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位了吗 助理裁判没有举棋 助理裁判的查看 看看啊 这么看是约位的呀 转身大门 打在球门立柱上 康瓜 今天康瓜状态真好 不如对手 但是创造的威胁可确实是比男童要多 这是萨里奇传到内部 然后反向杀出来的康瓜 拿球向前一领 转身就是一脚打门 球打在球门立柱上 这个球啊 薛青浩其实是已经 康瓜 大范围的迂回一下 萨里奇找萨里奇 萨里奇打门 哦 这是非常有威胁的一波进攻啊 噢 普斯林自己失误了 在两名外员的包夹之下 普斯林失误了 看看康瓜 康瓜 哦 康瓜这一系列操作呀 非常坚决 决心似铁 一路冲向球门 最后斜射得手 这场比赛的胜负 那么接下来 他自己和南通的队友们都会 陷入到巨大的压力当中 哎 萨里奇跑到中间了 萨里奇 康瓜 康瓜 给到张位 再立起来 康瓜 球进了 康瓜 没开二度 没开二度 这个非常漂亮的配合 非常非常漂亮 这67分钟 康瓜打进了自己的第二立进球 青岛青春足球场 面对这样的局面 张位 张位的这个 在前场进攻端的参与啊 其实是帮助青岛队在这个赛季 有很大的这个提升 当然了 他们的进攻呢 依然不是中超里领先的 如果没场比赛 他们能打出这种进攻质量 我觉得他们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 还在保机啊 这个确实是 纵向的 横向的 球的移动 人的移动 这种对抗当中能力是超强的 来 看看苏文杰 苏文杰 那边福布斯没有跑出空档 苏文杰自己来 苏文杰 哇 3比0 3比0 没有悬念了 这球应该算苏文杰的 福布斯虽然没有跑出能够接球的空间 但是他牵扯了对手的防守力量 苏文杰靠自己的能力 晃开了对手的单对单防守 再看 南童整个的阵型啊 这个已经不合理了 两个中后卫 单对单 面对对手两个前锋 刘伟这球没办法 因为有球的球员总是更主动 只要他的脚下动作速率比你快 变速变相做得更合理 无球队员恐怕是很难办的 汪松下个月就要年满40岁了 哎 手点球啊 刘军帅刚才是守球了 给了个点球 哦 这球还挺悬呢 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成绩收场 好了 裁判员张雷吹响了这场比赛的结束哨 安东尼奥哥迈斯执教的青岛海牛 以绝对的比分啊 胜势赢得了这场比赛 但是在比赛当中 他们是不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还真是如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样 他们是两支实力旗鼓相当的球队 也不用咸